大家對公營醫療服務最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輪候時間很長 大家過去十幾年不停地說要加錢 加人手 要加多少才夠呢 醫生來說 零四年至今加了14% 服務又加了多少呢 看那七個聯網的輪候時間 你會看到長的都是九龍東 新界東和新界西 例如九龍東 骨科普通新症 輪候時間是107個星期 若果在九龍中聯網這樣說 它是十幾個星期的 分資源是總部的責任 你叫它改 叫它分勻一點 在它的立場來說 它分勻的時候 整體的醫管局就不會再加資源 大家要檢討一下那個架構 究竟是由醫管局 它是一個單一的機構 營運了這麼多的醫院 這個模式好些 因為你將它拆散幾個 讓它自己競爭 然後政府 由高局長 直接去分配資源會好些 有些議員同僚覺得 不行的 你錢跟病人走 你香港700萬人 醫管局總開始400多億 即每人只有5,300元 那我的費用多於5,300元 我要花10萬 錢跟病人走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每人分了自己的5,300元 你有個病要用10萬元的話 你可以選擇去任何哪裡看都行 哪一處照顧你的 就會拿了10萬元 這樣叫錢跟病人走 而不是每人分5,300元 這也是 我可以做給你 不是真的嗎 你就是 我都看能了 那是